這次立法院三個通過的法律 賦予立法委員新的調查權 調查的對象不僅僅是政府機關 還可以拖勤到我們對法人團體以及社會相關的人事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的確有收到許許多多來自企業界 外國商會甚至國際的關係 他們很擔心如果這法律一旦實施 那企業的商業秘密都不保 對於外資的投資意願以及未來台灣在國際的競爭力 會產生重大影響 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國人在座強調 這個也是總統統我本人提出視線的主要原因 不容許企業的經營環境變化 對台灣深遠的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 不宜通過任何方法 對經濟產業的發展帶來任何的成績 這個是我們對國家社會政務最基本的底線 海積電它是跨國企業行的政府走得穩 沒有官商勾結 如何如何國會會對它顯示調查權 所以我想民進黨再三用這種沒有下線的 愚民的抹黑重傷的方法 來攻擊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當作笑話識字 我們絕對絕對沒有所謂台積電調查這個事情 完全都是民進黨造假出來的人 我們非常的不恥 這樣汙蔑國家的復活身上的這樣惡制惡源 民進黨到目前為止 他一直在嚇人民也嚇棄業 大家想一想現在台灣的整個社會的氛圍 跟台灣的環境 113個立法委員 有誰敢調台積電來問話 特別問他的商業機密 問他的核心價值 有嗎 許一個給我看 有的話這個立委老講馬上就被罵人了 連他所處的這個政黨 連政黨都被罵錯頭 有商業機密或者個人的這個秘密 條文裡面是有保護的 他們為什麼重點都不堪呢 一直在販賣恐懼一直在嚇人民 一直在嚇企業呢 你一直在撕淚這個社會 讓企業跟人民是對立的 你在抗拒國會改革的時候 這講話是要合理的 而且不要恐懼抹黑的方式 院憲法裡面有賦予總統的願禁條件權 那這一次怎麼沒有打算使用 和修試卷的方式 那因為未來若是國外還是有很多 正面的爭議的話 有可能來運用這個條件權 謝謝 這一次立法院三五通過了 立法委員職權行政法 以及中華民國憲法 所牽涉的違憲爭議 有影響到立法院行政院 監察院之外 也牽涉到總統府這個憲政情法 那我已經提出失憲 我是當事人 就不宜在運用憲法第44條 總統的願禁條件權 但是未來如果 五院之間有爭議有必要的話 我會採用憲法第44條 附給總統的先禁條件權 來解決問題 是 繼續 第三回 四位 VBソ 立法院 PBS 立法院 總統你好 你PBS 你怎麼會 想要請教一下 現在那個對手陣營這裡 是認為 說現在的大法官 就是民進黨政府來認命 因此覺得這個置現結果一定會有 對於民進黨 各種大法官 能在變純粹等 像在這裏面純粹的方式 臺灣在民主政治的發展當中 奉獲大大小小的憲政爭議 不過大法官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哪一位總統提名 都能夠站在安慰民主憲政體制的立場 適時的做出解釋 解決憲政爭議讓國家可以繼續前線 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另外大法官不然是由總統提名 但必須經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通過 換句話說 其實經過整個遠景的憲政政權 那我呼籲 要再次呼籲 就是失憲的結果不得而知 但是對於結果 潮越的民主還要接受 這樣才有辦法離憑 憲政的正義 讓國家可以繼續前線 時間還出現 時間還出現 出事就在不開大問題 那華氏的智人 那華氏智人請問 請教總統 因為有環境報告 說有晶片通討是優勢 說法案生效是 包括本件等等 會被判斷調查 那會先例上的經歷 那請教總統這樣發問 是這次立法院三個通過的法律 賦予立法委員新的調查權 調查的對象不僅僅是政府機關 還可以拖行到部隊 法人 團體 以及社會相關的人事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的確有收到許許多多 來自企業界 外國商會 甚至國際的關係 他們很擔心 如果這華麗一旦實施 那企業的商業秘密 怎麼不高 對於外資的投資意願 以及未來台灣在國際的競爭力 會產生重大影響 那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跟國人在座強調 這個也是 總統統 我本人提出四線的主要原因 不容許企業的經驗環境變化 對於台灣深遠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繼續 第五題 工商的委員會 總統你好 我是工商事報律學會 總統想請教一下 中國國台辦的議題都宣布說 要參加台獨的各種形態的一個 那個罪名的規定 然後最終真是可以處理這個死刑喔 然後對於這個 北京的說法 他們甚至有講到說 這個威脅甚至會有劃度的一個 軍事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對於在 對岸街上的台商 或者是韓外街上的台商 會不會有增加人身 人身安全風險的一個情況 那請我們做同意這麼看 謝謝 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像 最近中國南方 因為暴雨存在的民眾感染 一分之一 也希望中國的在國中間 能夠順利 讓受災的民眾 能夠健碩回復正常的生活 其實我要強調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罪 中國沒有任何權力 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因為台灣人民的崇殺 中國更沒有跨越 追溯台灣人民的權利 根據中國的意見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東 換句話說 不管是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國的眼中 通通都是台東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不是台東 就是統一出境黨 所以我希望草原 應該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看起來 大家合作 另外一會要呼籲中國 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和台灣民選做法的政府 交流 對話 這個才是增進兩岸的民國 我只能正確知道 如果不這樣說 台灣的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只會越來越舒服 好 第六題 可以打個真華 謝謝 風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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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一下 平價台灣的私人市場 您上任一個月 上來的期間 站穩在兩萬三之上 市值將進入過八十萬大關 您上座也提到說 台灣的市場面臨 天使地理人 非常好的條件 那現在面臨現在 所以不會過選這一步的時間 您確定可以打開萬四的市場 謝謝 有道是 五十四經濟的除霜 五四好 代表我們 經濟面好 產業面移很強 這是大家共同的一個節目 朝野都應該要珍惜 不宜通過任何況 對經濟產業的發展 帶來任何人的衝擊 這個是我們對國家社會的秘密 最基本的影響 同時 為要強調 就大家看一看 張總牧先生 林佩林先生 還有黃仁徐先生 等等 許多科技技術的大寶 一同去掛了影子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 不僅僅是台灣本身的企業 對台灣有信心 也對國際的資金 外資對台灣有信心 所以我要讓國人知道 我們只要團結合作 走對的方向 政府會以民經濟為優先 來照顧廣大的社會大眾 我們大家一起來 台灣一定可以更好 好 是 把時間的翻譯 能開放 這個問題出奇 遺失的編法 這中間最後開放 原理法案有些人無法提問 我們想要請教 在這個申請事件的訪問過須當中 我們是不是也曾經 有人建議 可以要接觸這個法案 讓法案 危險的法案生效 那為什麼最後不是決定 提出實現 那其實上個禮拜三 你才跟大家看到 然後滿月的記者會 都會贏大家的幫助 那麼今天 在錄影再重新談話 也提出大家的提問 不曉得 未來是不是變成一個 例行的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 對你的這些施政 來提出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你會到現在 有什麼事情 是 謝謝你 台灣是民主社會 自然存在多元的司令人 所以對於你要不要提出 實現 要不要簽署公共法令 社會上就有不同的理解 不過在總統府內的同仁 大家的態度是相當的直 也就是說 一開頭就講 我身為總統 各種憲法 必須要提防共同 同時呢 把這個爭議 就交給司法人 搞大法官來做裁判 那第二個是 我未來會根據 重要的議題 來跟社會大眾報道 那我希望能夠跟社會大眾 直接連話 也藉由大家的問題 讓我更了解民意的所在 也藉由大家的報導 讓國人能夠更了解 政府目前所推動的各項政策 以及對各項議題的主張 讓國人能夠清楚理解 告訴我 有道理的 好 謝謝總統 我們要詳細看話 到這個經濟集數 再特別謝謝總統 也謝謝潘秘書長 還有 敦菲律 以及孔律師 今天的委會 謝謝總統 謝謝潘秘書長 以及 謝謝張菲律 一起委會 還有提出 說這會影響到外資 對台灣投資的意願 甚至 在模擬的問題當中 提到台積電是不是會調查 這一個都是 過去民進黨中央 所釋放出來的 網軍側議的訊息 說 台積電也可能會被調查 我們再次的強調 只有跟政府官商勾結的廠商 才會被邀請到立法院來作證 而且立法院並不會 對這些作證的人來判刑 完全是由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 由地檢署來偵查 由法院來判決 立法院的聽證調查 只是對國人有一億的重大的 腐敗貪污的案件 來做立案調查 而且在聽證調查的過程當中 都是已經發生 跟政府 跟民進黨政府 過去八年 有這麼多的弊案 包括兩兆的封電的弊案 包括雞彈 包括快篩 包括口罩 包括光電 光 台南一個光電案 要開88槍 而且所謂承辦人說奉上級指示 上級到底是誰 而且一個案子起訴的內容 圖力就高達91億 難道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去了解嗎 人民沒有值得權利嗎 台灣已經成為皇帝制中央集權 專制壓迫的政府嗎 我們再次強調 不要侮辱台積電 賴吉德先生 不要侮辱台積電 台積電是全世界企業的模範生 更是台灣之光 台灣的佈活神山 沒有人會去調查台積電 台積電更不會跟腐敗的民進黨來觀商多情 也不需要 它是世界性的 Top10的這樣的基憂 最龐大的公司 民進黨不要用這麼荒誕的網軍側翼 來講這麼沒有下線的這樣的一個謊言 來在社會上不斷的傳播 台積電是台灣的佈活神山 而是台灣的驕傲 它在全世界 是全世界前十大世界的頂尖 Top10的這麼大的一個企業 它實在是完全不可能 也不需要跟腐敗的民進黨來做官商勾結 因為民進黨連孩子成長過程 雞蛋蛋白質最基本的需求 連雞蛋的錢民進黨都要貪 這樣一個三流五流的貪污不敗的政府 台積電它是跨國企業型的政府走得穩 沒有官商勾結 如何如何國會會對它顯示調查權 所以我想民進黨再三用這種沒有下線的 愚民的抹黑重傷的方法 來攻擊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當作笑話識字 讓大家搞清楚 民進黨的立委就是這種水平 我們再次強調 我們絕對絕對沒有所謂台積電調查這個事情 完全都是民進黨造假出來的人 我們非常的不恥 這樣污衊國家的復活沈山的 這樣惡職惡源做法 記者在問台積電會不會調查這個事情 民進黨到目前為止 他一直在下人民也下企業 大家想一想現在台灣的整個社會的氛圍 跟台灣的環境 113個立法委員 有誰敢調台積電來問話 特別問他的商業機密 問他的核心價值 有嗎 許一個給我看 113個立法委員裡面 有誰敢做這個事情 有的話這個立委 老講馬上就被罵免了 連他所處的這個政黨 連政黨都被罵錯頭 民進黨為什麼在照這個謠呢 因為你去看這個條文 條文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這是國會改革通過條文 是清清楚楚的 有商業機密 或者個人的這個秘密 條文裡面是有保護的 第一個 聽證會你來作證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不要來這是一個事情 因為你來了以後 立委問到你有關你秘密的事情 個人的跟商業的 你可以不要回答 這條文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還有第二層保障 條文裡面說什麼 如果來要開這個聽證會 這個題目是跟秘密是有關係的 要開什麼會議 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還明定喔 包括議會所有的人 包括立法委員 你說把秘密洩漏出去 你是有刑責的 所以第一個 從社會的限制 根本不可能 什麼人敢去刺探 台積電的商業機密 核心價值敢把台積電叫來 第二個 這個法令裡面清清楚楚 去保障所有台積電跟所有的個人 跟所有的團體 跟所有的企業 他們為什麼重點都不堪 一直在販賣恐懼 一直在嚇人民 一直在嚇企業 你一直在撕內這個社會 讓企業跟人民是對立的 還什麼 我們科不哲科主席前幾天講 連歐洲的智庫來 他們都還去跟歐洲的智庫 跟歐洲那邊上播說 什麼這些企業 因為我們國會改革完之後 嚇得不敢來 大家回去看一看 前陣子的歐洲商會 那個傳了很久了 民進黨一直在什麼歐洲商會的那個看護上面 有作者講到說 他們應該要通過國會改革 所以嚇到有些歐洲商會 歐商不敢來 後來那個作者都站自己 都挺身而出注意 站出來 他寫了文章 大家為什麼不看 第一個他講了 他說 某些什麼造成恐懼 這是民進黨立委講的 不是他的立場 第二個更重要 他在文章裡面特別強調 歐商企業 沒有因為台灣的國會改革 不敢來台灣投資 我鄭總統呼籲 不是只有賴總統要趕快登上進度 民進黨你在反對國會改革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國會改革可能讓你民進黨 某些弊案 因為陽光照進來可能是會被抗 可是你在抗拒 你在抗拒國會改革的時候 這講話是要合理的 而且不用恐懼某一個方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抗拒國會改革 既然他們有很多事 想看最終的 任免炭 在抗拒國會改革 就是在抗拒國會改革 一些高層的 真的有萬有機